金融廟口复視人潮回來了 但有民眾脫下口罩 坐在椅子上吃冰 还有的民眾将外带食物 摘下口罩边走边喝 而这些都已经违反规定 降到二级警戒 金融开放内用 廟口夜市也重新营业 好多顾客都回来了 来的来的很多 比今天多啦 好好好 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防疫规定 针对民众不遵守 金融市政府产发出前往稽查 看到有摊商没有戴好面罩 多次劝导不听 稽查人员也忙上前开单 就是要以最高标准对待 那针对不合格的摊商 就开出劝导单 那希望说摊商能够配合 我们市政府的防疫措施 保护既的健康 也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那如果说摊商 他没有依照我们的防疫措施 或者是来夜市观光的消费者 没有依照防疫措施来做好防疫的话 依照他们的防治法则的七条 老市政府将会开罚 三千到一万五千元 疫情虽然降级 但还是不能松懈 得来不易的开放饮食内用 如果不遵守规定 恐怕功亏一篑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